印尼有一支足球冠军队伍最近发表了新的球衣 但是却意外引发了争议 原因并不是出在设计 而是球衣的洗笛指示标签 被认为充满了性别歧视 原本帅气的球队新球衣意外成为众矢之地 因为印尼的成衣厂在制造这件球衣时 里面的洗标放上 拿去给你的女人 这是她的工作 这跟2012年英国一个成衣厂制作的洗标很类似 上面写着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用暖水洗 二是拿给你的女人 许多人很震惊在网络上说 这是一个很难笑的笑话 要求厂商立刻为这个不当的洗标而道歉 而印尼成衣厂则是在脱文中表示 他们不是有意要去贬低女性 并解释说不是所有男性都知道怎么照顾衣服 而女性在这方面比较细心 这样的说法并没有被接受 这支印尼球队已经在3月8号三八妇女节 于网络上向女性们发表道歉声明 这支援 在这个届子上 我看到自己的水洗标 你会看到自己的水洗标 然后一支水洗标 我看到自己的水洗标 然后可以看到你的水洗标